早晨,今天是6月3日星期一的早上 隔夜美股方面三大指數下跌 其中標指和納指都終於下跌穿了200天線 這裏勢頭比較險惡 大家要小心美股下行的風險 周末時,中方就著貿易的糾紛 提出了他們的立場態度強硬 市場繼續有緊張的情緒在 不過恆生指數今日依然能輕微高開 暫時站穩住腳 但未能夠修復2萬7千點 這些齊頭關心理關口 目前縱使有輕微的反彈 投資者都不要太過樂觀 始終較早前12月份的27260左右水平失守了 外圍方面太多變數 因此大家都繼續需要審慎